欢迎大家收看李克强去世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陈伟揭秘中共黑欲 24小时贴身逼供 曾想一头撞死 习近平借李克强震慑顶层 不听话 没命享福 李克强遗体火化前夕 八宝山呈敏感区域 拜习会在即 中美关系只跌回稳 拜登提名坎贝尔为副国务卿 李克强丧事从简 港媒 比照李鹏规格 请大家收看 陈伟揭秘中共黑欲 24小时贴身逼供 曾想一头撞死 习近平借李克强震慑顶层 不听话 没命享福 中共最暗黑时刻 北京封杀LISA 800万粉丝瞬间归零 警号热点背景 2023年11月2日 明镜新闻台 陈伟首度揭秘中共黑欲 他在采访中透露 在中共监狱中 被关押者每天都要经历 24小时贴身逼供的折磨 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 曾经想过一头撞死 以逃脱折磨 这一揭秘引起了广泛关注 另外 习近平借李克强震慑 党内顶层的消息 也引起了关注 报道称 习近平利用李克强的例子 来警示党内其他高层 如果在位期间不听话 一旦退休 就会立即被迫死亡 这一消息 揭示了习近平 对党内的控制手段 此外 李克强死因蹊跷的报道 也引起关注 有报道称 李克强在中共最暗黑时刻 来临之际离世 引发了外界对其死因的质疑 这一事件被认为 可能与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有关 最后 北京封杀LISA的消息 也引起了关注 据报道 北京当局对LISA实施了封杀 她的800万粉丝 瞬间归零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言论自由 和网络审查的讨论 期待政要辞世 历史重演 难以如愿 联合早报 中国大陆国务院前总理 李克强辞世的消息 在中国大陆引发了各方评论和猜测 有些西方媒体 将中国民众向离世政要致议的行为 解读为对当政者不满的表达 甚至将其与1989年的民众抗议事件相提并论 然而 要想重演历史 需要考虑多个因素 包括辞世者本身的影响力和社会动因 因此 我们需要认真思考 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 是否存在足够的诱因 让不满情绪爆发 李克强丧事从简 港媒 比照李鹏规格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遗体 将于11月2日在北京火化 一篇港媒评论认为 李克强的后事处理 与前总理李鹏相比 规格基本相同 显示了中共丧事文化的城市化 文章指出 李克强与李鹏的嗜好几乎完全相同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此外 文章还辩称 李克强的丧事规格并不存在从简情形 因为按照中国近30年的丧礼规格 除核心人物外 其他正国级领导人的丧事都不开追悼会 不全国哀悼 只在遗体火化当日举行告别仪式 在特定场所降伴起 然而 网上流传的李克强临堂照片 引发了许多中国网民的愤怒 认为临堂太过简陋 官方虽然宣布了李克强的火化日期 但并未提及遗体告别仪式 也没有公布智丧委员会名单 突然 上海武警总司令呈焦点 网友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 于10月27日在上海因心脏病去世 但网络上出现了关于他死因的质疑声 一位流亡美国的媒体人赵兰健 在社交平台上披露 李克强是因中共上海武警总司令成员下毒而暴毙的 他表示 收到了多位朋友传递的材料 指控成员是李克强被毒死的幕后操盘手 此外 还有一些流亡人士要求对李克强的遗体进行验尸和调查死因 但中国官方已宣布李克强遗体将于11月2日火化 中国人偷渡美国的数量今年已经暴增 据报道 美国边境巡逻队在1至9月共逮捕了22,187名中国偷渡者 几乎是去年同期的13倍 这些中国偷渡者通常经由巴拿马·达莲埃口偷渡到美国 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上的指引来到美国 报道称 他们逃离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前景的压力 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升级的同时 首批从加沙地区撤离的商员被允许进入埃及 这是卡塔尔与埃及 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的撤离协议的一部分 据报道 这些商员将在埃及接受治疗 然而 由于埃及担心难民滞留的问题 一直以来一直拒绝接受加沙难民 经过多次斡旋 卡塔尔最终说服了埃及接受撤离人员 报道称 这些难民通常会在洛杉矶和纽约等大城市找到工作并定居下来 网传政协常委斯泽夫披露 却往李克强府上吊咽与遗双成红祥谈 李下水游300米突发状况 担忧女儿还没工作 中美护给台阶 APEC邀请函发到香港 突发于现场2023年11月2日 明镜电视 以下是详细报道 首先 中国总理李克强下水游泳时发生了突发状况 据报道 李克强在游泳时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 但最终平安务实 李克强的女儿程红也表达了对父亲的关心 另外 有网络传言称 中国政协常委斯泽夫曾经去李克强的府上表示谚议 然而 目前尚无官方证实这一消息 在国际新闻方面 中美两国互相邀请对方出席 APEC会议的邀请函已经发送到香港 这被认为是中美两国继续寻求解决贸易争端的一个积极信号 此外 泰国女星Lisa的微博账号被封禁 原因是她参加了一个风马秀表演 这一事件引起了粉丝的关注和讨论 在体育方面 中国女足在对韩国的比赛中已平均结束 未能取得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这也意味着 中国女足在今年的三大赛事中未能完成目标 在商业领域 据报道 共享办公空间公司WeWork可能将申请破产 该公司的股价也跌至历史新低 这一消息引起了投资者的担忧 最后 有传言称北京大学解雇了知名数学家维宝树 但北大方面对此做出了回应 称这一消息不属实 这就是我们的新闻总结 谢谢收看 李克强釜底社灵堂 成红憔悴 网名指太简陋 网络媒体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的灵堂照片 在网络上流传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照片显示 灵堂布置简单 有网民认为太简陋 也有人猜测 这是设在李克强家中的灵堂 灵堂照片中的李克强 一项正中央唯一的白色新型花圈上面 写着成红帅全家 引发了人们对于李克强 遗孀成红的关注 李克强的遗体 将在本周四 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火化 当局实施交通管制 和林时封闭地铁站等措施 北京当局加强了对于李克强火化的管控 包括知名异议人士 在内的许多人都被要求上岗两天 天安门广场 八宝山一带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公车需绕道行驶 地铁八宝山站也将关闭 由于交通管制的实施 北京被形容为半戒严状态 有评论人士指出 北京方面的举措旨在维稳 尤其是担心民众聚集后悼念活动 演变为反政府示威 此外 北京市民表示 最近几天连收发邮件都困难 快递进出受阻 其中一位居民表示 这是因为对于现状的不满 人们借李克强适事 表达了一种无声的示威 访民也表示 他们无法到北京正常上访 因为北京被认为进入了敏感期 当局要求严密检查 与防止群众集体购票进京上访 专栏 中国透视 共产中国 死亡驱动的国家李克强去世面面观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 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哗然和悼念浪潮 历史上 共产中国的政治变迁 都与重要政治人物的死亡有关 这一次的悼念浪潮 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习近平的不满和愤怒 李克强成为了他的一面镜子和制衡 这种民情的相互激荡 将导致官民鸿沟进一步扩大 可能引发冲突 然而 在全球的基本格局下 如果部分国人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习近平的权力可能面临挑战 李克强的去世也象征着改革开放时代 知识分子的梦想的破灭 李克强和习近平代表了不同的政治派系和象征符号 李克强代表了改革开放时代的知识分子 希望通过改变共产党来改变国家的命运 而习近平则代表了毛泽东极权时代的红色革命派 习近平希望打造一个红色帝国 对内极权 对外霸权 这两个群体的对比 使得中国的政治局势更加复杂 在共产中国 死亡是一个驱动器 它点燃了国家的引擎 给了它生命 由于中国的高压统治 民众很难发声和释放压力 只有重要政治人物的死亡 才能打破这种死器 带来一些自由 然而 这也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人质国家 政治家的寿命和政治周期 有着强大的相关性 同时 这种由死亡驱动的政治变迁 也反映了中国悼念文化的特殊性 李克强安徽老宅 习近平拜登的人工智能 印尼总统大选三强鼎立 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起源 华尔街联报 今日华尔街 一美外交官对中国外交部长何立峰的评价不佳 认为他不如前任坚定强硬 不愿妥协 并且不擅长使用英语进行交流 此外 布林肯的孩子们在万圣节装扮上引发争议 巴以冲突也导致校园恐吓事件 同时 美国司法部逮捕了一名华裔学生 涉嫌发出威胁信息 此外 坎贝尔被提名为副国务卿 二 李克强的丧事降级引起了关注 谁将负责举办告别仪式成为焦点 三 朱镕基引发了中国地方债危机 习近平也被指责与此有关 四 中国将军失踪引发了猜测 有人认为是因为他想清楚腐败现象 但党军必然会变成国军 吴李克强的安徽老宅成为了热点话题 习近平与拜登讨论了人工智能 印尼总统选举进入三强鼎立的阶段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起源也备受关注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